當天我老婆在生的時候是有兩個醫生 大概三、四個護士 你們怎麼大概五、六個人 你們怎麼都沒有去檢查到這一塊 因為這一整塊就是一個大砂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耶 這個跟一個壘球大的東西 你們這麼多人竟然都沒有看到 這個金屬的部分我想就是這個 就是這一塊這個線 你剛才看到我們那個小砂是細的嘛 這個大砂廠長是 這個東西是可以在S光下造出來的 生完小孩子的當下 我們回到病房了 然後其實也有跟醫生跟護士講說 我很不舒服 因為我們小孩子就是可能一個月、兩個月要回去 給醫生看一下 說來看有沒有怎麼樣 那我們回去的時候也是有跟醫生講 然後醫生也是開一些那種可能 類似軟電劑啊什麼的 他有幫他開一個轉診室 兩個醫生都跟他講說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以他們醫生的角度來講的話 你只要體內有長東西 就是簡稱腫瘤 然後他就跟我太太講說 我不曉得這個是惡性還是良性 那我太太當下聽到這個 小孩子還那麼小而已 他情緒就很低落 然後從醫院哭到外面來 然後因為他那個是已經大到就是 我肉眼就看得到在水腹腹這邊 一顆東西在這邊 很明顯就對了 很明顯然後一摸就摸得到 對然後後來那個醫生去看 然後也是幫他安排檢查 他只是說這個可能是 止血用的紗布 當下當天晚上我就幫你安排住院 他這個醫師是比較仔細 也就是說 因為他有殘到那種可能腸之類的 嗯哼 然後他有請那個大腸科 大腸科的醫師過 也有請副腸科的醫師過 對然後當下他把這個東西取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說 是不是被體內了一些東西啊 嗯 結果看到那個就是玩一個沙布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有點太齊 真的是有點太齊 對啊而且我當下 就是我太太檢查 還沒有開到之前 我也是打電話去給這個楊醫師 這個楊醫師也是說 我只是跟他形容一下這個東西 他就說對這個是我們的東西 你今天你有點就是無良 是 你不把家 不把病人的命當作命 對啊你今天不是毀掉一個人 你是毀掉一個家庭 嗯 對啊那造成我們 像我現在 像我現在 我跟我太太也是一直不斷的 為這個事情要參加 無良一個診所 你害到一個家庭已經不入了 嗯 對啊而且你們那個 有副產科又有月子中心 你們 算是一個 還蠻大的一個診所 你們怎麼會搞出這種東西 是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一個診所 我們可以做一個診所